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网路上的分享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面对死亡的态度 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所用的圣经解释 圣经的使徒行传第21章第13节 哇 上帝的仆人保罗 在这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圣灵感动上帝的仆人保罗 在这边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讲了一段话 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 什么是面对死亡的态度 其实我们一生 很多的东西在教导 就是叫我们要面对活着的态度 很少人在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这边就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第13节 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我来读一下 使徒行传的第21章的第13节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让我再读一遍 哇 这个话真是感人 真的是感人 哇 使徒行传的第21章 真是宝贵 第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痛哭使我心碎呢 哇 上帝的仆人真的很有感觉 上帝的仆人的心会碎 所以今天如果有你的牧师 我的牧师跟我们讲说 我这样为了你我的心碎 我赞美耶稣 因为神的扑人 我们所有的服事真的会使自己心碎 保罗说你为什么这样痛哭呢 使我的心碎呢 那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这边谈到死 我现在分享这一点 一个上帝的恶理 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们常常面对自己的一生 我们有好多的努力都教我们怎么活 我们有为自己的一生 我们有很多的努力 都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活 哇 你要运动 你要跑步 你吃东西要节制 你要检查你的血糖 检查你的血压 哇你要怎么去工作 OK 哇你怎么去结婚 交朋友 认识你的老板 怎么做人处事 都教我们怎么好好的活 他就很少教我们 什么叫好好的死 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好好的死 哇这好有意思 OK 我们所有年轻都教我们 怎么好好的活 他在告诉我们 什么叫好好的死 死得好 你死得好 OK 那他就会告诉我们 什么叫好好的死 OK 好好的死 OK 来 我来读一下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OK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我也是愿意的 第一个 其实保罗 他告诉我们 其实面对死亡 有三个很重要的态度 第一个 I am ready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OK 他说我真的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OK 我准备 我面对死亡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属天的勇敢 跟属天的准备 OK 我们预备好了 我最讲到的时候 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 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不是我下一次不来 但是呢 我们这是每天要预备 面对自己的死 其实我们每天活一天 就等于是我们接近死亡一天 也同时我们能够进入复活的 提早一天了 OK 所以 I am ready OK I am ready 我是已经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第二个 我为主耶稣的名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第二个 是愿意的 是愿意的 我们面对死亡 其实不是逃避 是已经预备好了 是预备 是预备的 还有一个 是我情愿 这边告诉我 是我情愿 是我愿意的 也是我情愿的 所以是我愿意的 你说你面对死亡 你怎么还没有去呢 因为 是你情愿的 但是不是你一厢情愿 还是要组了旨意 是要组了待 我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是要准备 要准备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我把我的 网路上的照片 删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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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把一些的旧袜子 我也丢掉了 你说老师 旧袜子本来就丢了 我就是那么练旧 很多旧袜子都没有破 都已经破了 前面也破了 底下也破了 甚至后面也破了 那我都没有丢 为什么 就是练旧 讲到更白了 就是 好像是简朴的生活 但事实上就是 这个也不丢 那个也不丢 那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要学习丢 学习丢 我开始清一些我的书 我已经很少看了 我就丢掉 我把我所有的 发表的研究都丢掉了 OK 然后呢 我也保留很多 学生所写的论文 那我想说 我退休以后 应该来读一读 学生的论文 OK 回忆以前当年 怎么一起做实验 后来 我三礼拜 把全部都丢了 好 一个方面就是 为过去美好的日子 感谢主 但是也不需要留下来 OK 我愿意嘛 我愿意 我第一个我准备 第二个 我 我 我愿意 第三个 所以面对死亡 是一个自己 每天的准备 OK 每天的准备 我不是说我面对死亡 我准备面对死亡 然后就每天就把自己 吃着肥肥胖胖的 我没有 我的体重一直都很重 但是我有一个学生 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瘦了15公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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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 一个人可以瘦15公斤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那他都 他都吃燕麦 OK 那以前他吃燕麦的时候 我说 这不是给鸟吃的吗 It's a bird food It's a bird food 是鸟吃的 OK 好 那行政也点点头 OK 他说对 对 但是他也承认 燕麦是给鸟吃的 给鸟吃的 不然就给马吃的 OK 那人干嘛吃这个东西 我跟他更告诉 跟各位分享 我上次买了好几罐的燕麦放在家里 我开始在吃燕麦 我开始在吃燕麦 我要准备 我准备要 我愿意准备 但是准备要有勇敢 生活要有节制 而不是说准备 然后我就随随便便的过日子 我反而更谨慎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好朋友 常常打电话给我 说我那样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去爬阳明山 OK 那我说好无聊 现在天气都好热 你知道吗 那他说那个阳明山 素很多了 很凉快了 OK 我就因为读了这句话 我读了这句话说 弟兄 我愿意跟你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昨天在爬阳明山 我昨天上午在爬阳明山 中午在爬阳明山 那我们这个弟兄说 我让你来 我帮你 我做那个饭团来给你吃 做饭团 我说我也会做 你不用做 我自己会做 所以我前天 我就是买了一些的 一些的天价物 准备要做一个饭团 结果我真的做好了 我把那个米都弄熟了 做好了 结果饭团是一个圆了 所以我做好以后 我眼睛真的看得到他 从饭团变成饭饼 就整个塌下去 变成一个平平的瓶 哇 我看到好难过 那我后来就跟 我后来见到我的弟兄 跟他讲说 我昨天真的是 愿意做饭团 但是我太久没有做饭团 我就 大概40年以上都没有做饭团 你鼓励我 所以我就去做饭团 你说你要带 我觉得我也要带 结果我的饭团弄好了以后 本来是圆的 我用手滑那种圆圆的 然后就在我的面前 就从饭团变成换饼 整个就塌下来 他说 我也没有做 所以你不要难过 那我说 今天我们吃什么呢 他说 我今天上午到外面去 已经买了饭团 还是要买来的 所以那天他没有做 我也没有做 为什么讲这个东西 我在勉强我自己 过一个好的生活 我在勉强我自己 所以我就跟他去 去爬阳明山 OK OK 回来好累 OK 但是 我愿意意备 我愿意 我也愿意意备 面对 死亡 我愿意 我愿意 那我不是说 等一下你不是 为了健康吗 对 但是我真的是 我知道 我灵验 面对 然后呢 我绝对不是在逃避 第三个 非常重要 面对死亡的态度 第一个 是我预备 第二个是我愿意 第三个 我觉得更重要 是为主耶稣的民 是为主耶稣的民 他说我为主耶稣的民 就是死在耶路山人 我也是愿意的 是为主耶稣的民 OK 可见我们 要安息 是在何主心意的世上 是多么的美好 一个人的安息 能够在何主心意的世上 是多么的美好 我再回忆一下 自古以来 有人是 为钱死 有人是为了爱情而死 有人是为了国家而死 有人是为了愿乐而死 有人是为了吃生鱼片 然后一惊到 就死掉了 OK 那有人是为了工作而死 有人是 吃到死 OK 吃在死 那有人是喝到死 有人是为自己的欲望而死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更美好的 比这个都更美好的 就是为了上帝的民而死 OK 所以我当然想 什么叫做为上帝的民而死 我以前在 写科学大师的 缺黑恋爱理念的时候 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人 让我很感动 这个人很有名 叫做欧姆 我们在写这个电写里面 有个叫做欧姆定律 这个叫欧姆 欧姆是一个人 那欧姆 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身体很不好 那为什么呢 他在德国 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他那个德国的博士的论文 写的一般人都读不懂 OK 然后呢 所以老师不让他毕业 他的口识委员 不让他毕业 后来因为他读太久了 就给他一个很羞辱的成绩 就几乎是满及格 所以满及格 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 所以他去外面找大学的职位 多找不到 明明欧姆定律都那么有名 欧姆也很重要 但是呢 他当年很少人知道他的辛苦 后来到一个德国的 一个偏僻的小学校 先当老师 那一生身体都不好 他常常咳嗽 常常咳嗽 然后呢 又没有人照顾 上课常常穿一件很厚的大衣 站在课堂上 OK 那欧姆常常讲 我真的是希望 我一生是死在上课的教室 后来上帝听他的祷告 上帝听他的祷告 那欧姆怎么会那么重要 欧姆定律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知道目前为止 全世界所有仪器的检定 测他的电阻最准 整个系统无论多么复杂 那个电阻有问题 就是哪里有问题 哇这个太重要了 欧姆定律太重要了 但是很少人知道欧姆是死在课堂上 OK 我自己写科学大师的时候 成为我的羡慕 可惜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现在没有机会 只好在家里搞一个讲堂 OK 所以同学 我真的是 我真的告诉我的同学 真的是 我渴慕是 为主耶稣的名 为主耶稣的名 OK 为主耶稣的名 OK 那为了要为主耶稣的名而死 所以我就好好的活 OK 然后其他不是很重要 我就随便 OK 其实 我自己担任几个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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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其实我都辞掉了 我都辞掉了 当然我的收入会少 少就少 OK 少就少 Who care OK 所以 为主耶稣的名而死 所以 因为是要为主耶稣的名 而死 所以我就要好好的活 OK 那我就要好好的活 因为好好的活 就可以好好的死 OK 就可以好好的死 这是何等的重要 来我做个祷告 主耶稣真的感谢主 你教导我们如何好好的活 也更教导我们如何好好的死 好好的死是预备的 是预备的 预备的 好好的死是愿意的 我们不需要逃避死亡 因为死亡的那边是我的主来接我 是我的主来接我 我们并不是死了以后到天国去 是主耶稣亲自来接我们 来接我们 谢谢主 我的姊妹要走的前一天 那个上午 她晚上会走 她那个上午 我在睡梦中她把我叫醒 她说文亮起来赞美主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清晨 我的姊妹在医院里面叫我起来赞美主 那我就随便赞美主 我刚刚才根本就被她叫起来 然后我就跑去睡觉 然后她又再讲一遍 文亮起来赞美主 后来我就起来再赞美主 然后我又跑去睡觉 我现在事后过了两年 我相信我的姊妹在那个时候 她已经意见主来接她 我的姊妹在医生里面 从来不用文亮这两个字 她对她的先生是高度的敬重 她从来不说张文亮 而那个时候她竟然对我说 张文亮起来赞美主 张文亮起来赞美主 我没想到这些事情 我又想到什么叫做好好的为主 好好的为主死 是在和主心意的事上为主死 我知道我的弟兄保罗 要回去耶路撒冷 经过很多的逼迫 路上还有几个人说是先知的 说叫保罗不要回去 你回去会遇到逼迫 没有错 他们讲的是对 但是保罗比他们所预言的更高一级 他说我为主被逼迫 为主而死 我也是愿意 哇 那个信心 那个气魄 那个豪爽 那个对主的渴慕 已经超过很多先知的一言 而先生还用带子来告诉保罗 你回去会不会绑 保罗说我被绑就绑 我宁愿为主的名 受而死 因为我愿意 可见我们的弟兄一直在预备 我们的弟兄一直在预备 我们弟兄说他愿意 我们弟兄在寻找一个 为主名而活 为主的名而死的一个 奉献的祭坛 谢谢主 谢谢主 我记得我的姊妹送给我最后一个最美好的礼物 是说张文亮 起来赞美主 我必须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话的意义 但是 我要起来赞美主 在我的路上真的走得很辛苦 在我的路上真的走得很为难 在我的路上真的走得很为难 他就每次读到这样的话说 我是预备为主的事 好好的 是为主的名 而不是为自己的难过 为主的名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悲伤 为了主的名 而不是为了 点点点点点点 不是为了我的什么 我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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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何等美好的福音 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是何等的有福气 可以为了主的名 我愿意 我愿意 不只在结婚的时候 对自己的配偶说 我愿意 我也对主耶稣说 我愿意为主的名 因着你们的名而活 因着你们的名而死 我今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我今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谢谢主 何等的美好 谢谢主 赞美主 因为我们这些还存活 每一天好好的过 每个讲台 好好的分享 每一次的 以弟兄姊妹的相依 好好的珍惜 每一次 以孩子的通电话 好好的通 每一次看到这个 一餐下来 好好的吃 因为我愿意为主 好好的吃 谢谢主 我也为 我的开始学习 在吃那个燕麦 而感谢主 我必须承认真的不好吃 我本来还加糖吃 比较有味道一点 我现在连糖都省下来 为什么 赞美耶稣 我不是为了说 糖的价格贵 我不是 我说主 我既然吃蛋卖 不是吃蛋卖饼 我既然吃那个燕麦 我就应该好好的吃 赞美耶稣 我为此献上 感谢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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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